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老師講解第三題 他說比較下列個數的大小 你要比大小啊 你要嘛就是底數都一樣 要嘛就是指數都一樣 第一題很簡單啊 因為底數都一樣 而且底數大於1 是不是递增 那既然他是递增的話 就代表他的增數越大直越大 所以在這裡的話 一定就直接是log50 會大於log59 會大於log58 可不可以 好再來第二題 第二題是因為他的底數 會介於0跟1之間 所以增數越大直越小 剛好相反 所以在這邊呢 最大的是什麼 最大就是log2分之1 3 會大於log2分之1 5 會大於log2分之1 7 這樣可以嗎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學生練習3 這個也是一樣 pi是多少 pi是不是大概3.14 15什麼什麼 對15926 對15926 所以在這裡的pi 麻煩你 因為他是大於1 所以一樣 增數越大 增數越大 那你會說 老師我這個要怎麼看 因為都有根號 所以你就把這一個 換成了log pi 根號36 把6丟在根號裡面是36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欸最 那這個是開三方 對不對 開三方的話 那就 那你這邊就只好 好吧 如果他是開三方 就比較麻煩 那我們這樣子換 這個是不是6的 6的平方 平方再開二方 是不是2分之2 對吧 然後這一個的話呢 是30 30開平方 所以就是 沒有一樣的 啊不用這麼麻煩 直接看數字就可以了 我想問一下 根號30 介於哪兩個整數之間 不是 哪兩個完全平方數之間 5跟6 因為6636啊 5525而已啊 所以 根號30 就是介於5跟6之間 所以他是不是 大概是5點多 對吧 那 哪一個數字的三四方 是接近220 哪一個數字的三四方 接近220 5的三方是125 6的三方 是不是就是216 所以他是6的三四方 所以這個是6點多 所以這個是6點多 6的三方是216 啊他已經超過啦 所以他應該就是6點多 6點多 所以在這邊的話是他最大 所以是LOG Pi 根號3220 會大於 LOG Pi 6 然後會大於LOG Pi 根號30 這是第一小題 好再來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啊 你看他的底數 是不是介於0跟1之間 1 3分之1 介於0和1之間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根號2 是不是大概1點 1.4多 然後這個是2 然後這個是1.5 這個是1.2 所以誰最大 是不是這個最大 這個最大 反而他的值最小 所以LOG 1 3分之1 2 會小於LOG 1 3分之1 2分之3 然後會小於LOG 1 3分之1 根號2 然後會小於LOG 1 3分之1 1.2 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好沒問題的話 就往下看 請翻 請翻 耶 超級 Neil 沒有問題 因爲 沒有問題 壓力 爺